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台股重挫回测季线 台积电也受伤 这后市还有戏吗 今天的头条焦点 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选情 美国政治 如何来影响亚洲和台湾股市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时代杂志这两期的封面 他们的封面都是延续红色系列 之前六月底是这一份 这一份你可以看到 只有拜登他在角落 好像要粗犷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角落是 有panic这个英文字 因为当时拜登坚持不退选 党内就弥漫着一股 很惊慌恐慌的气氛panic 那么现在也就是今天 这个拜登说他要退选了 好我们来看到 要退选之后封面变成这样 也就是剩下拜登的背影 他要走出去了 然后走进来的是贺锦丽 因为现在呢 包括拜登以及党内有不少人 都说支持贺锦丽来接棒 好我们来看到 到底呢之前说 川普说要对台湾收保护费 现在又加上这个拜登 他全部要退选 整个美国总统大选 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因素 让亚洲股市一片绿油油 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分析师 又怎么看呢 来看到这资深的分析师 严志恒他认为说 从技术面来看 短线应该在 两万两千点附近震荡 但是后市也要看 台积电能不能守住 这个950元的支撑点位 虽然说短线在气线上 容易会有反弹的情况 但是也无法排除 再次跌破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位 这位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合他倒是不担心 他认为这只是半导体肋骨 涨幅过大的一个修正而已 他说川普只是正好成了 那一只撞破瓷器垫的灰犀牛 他估计台积电 季线893元 可能就是这一次回党的支撑 也就是最硬地板架 带您来看看 我们可能不认为 我们不是敌人 美国总统拜登曾呼吁 美国人团结 降低政治对立 但他在台湾时间 22日清晨 宣布退选 不只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也再度冲击台股 美国嫌疾这个因素 只是促成我们股票市场 涨那么多一个回党的理由 季线离今天位置 大概只差200点 半导体业首当其冲 加上川普的收保护费 和地缘政治风险言论 都让台积电股价连坐 牵动台股雪上加霜 台股则落在893元左右 可能是这次回党的支撑 还形容川普效应 加速回答AMD等科技股修正速度 成为撞破磁器垫的灰犀牛 美国是在进一步的会 对于中国的科技政策有所紧缩 目前大量的进行 对于台积电的一个下单 短期之内当然对于台积电 整体的营运 还是有一些推升注意的一个效果 还有分析师表示 政治因素多数短期影响 但台股已位居高档 美国大选攻防 及全球地缘政治 对股市冲击 都是现在进行事 华视新闻周科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这副总统贺锦丽 有望接棒出战 而周一的美股 期货指数止跌回升 投资市场也高度关注 那么到底贺锦丽 他在商业 以及科技领域的政策立场如何呢 以最受到瞩目的AI来说 其实贺锦丽比拜登 更加重视AI 对于社会的影响跟威胁 他呼吁应该要加强管制 而他担任副总统的这四年 国内外有许多行程 都跟半导体有关 包括了去年跟前年 贺锦丽他到APAC的时候 当时呢 他就跟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有多次的对话 那么张忠谋还说 贺锦丽他对于晶片 是特别有兴趣的 还跟他聊了不少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当时贺锦丽就说 很欢迎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重申帮助台湾的决心等等 其实的确在科技业 很多人都是力挺贺锦丽的 你可以看到台面上 至少已经有三位科技巨部 表态他们支持贺锦丽 来选美国总统 我们看到呢 其实贺锦丽他本人 跟这个科技业 也蛮有缘分的 他自己也曾经强调说 他自己是资本主义者 同时他的妹夫 就是Uber的法务长 而他也多次去参加 像是脸书高管的婚礼等等 贺锦丽他本人 对于科技业就是相当的关心 另外是网络上在疯传说 相当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的卡通辛普森 这个老卡通呢 多次预言啊 都蛮准的 这一次呢 大家又有网友翻出来说 之前呢 在辛普森卡通当中 有一个桥段是 有女性当选了美国总统 你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卡通人物 他穿着 是不是跟贺锦丽还蛮像的呢 都是紫色系列 然后呢 珍珠项链 珍珠耳环 你看到贺锦丽 他上一次当选的时候 他副总统 他就职的时候 穿的衣服跟卡通 也挺像的呢 带你来看看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和台积电创办人 张忠谋握手会晤 这是2023年的APEC 2022年时 两人同要在APEC同框 张忠谋当时还透露 贺锦丽对晶片 特别感兴趣 也重申美国帮助 台湾的决心 事实上贺锦丽之四年任期 国内外不少行程都跟半导体有关 2022年9月出访日本跟半导体业高层会面 2023年5月应用材料新设晶片研究中心 不止台积电时任董事长刘德英出席 贺锦丽也亲自到场站台 今年2月她还透过白宫发表声明 宣布补助美国半导体大厂 格罗芳德15亿美元 不难看出贺锦丽对晶片产业的重视程度 不过说到技术日新月异的AI 贺锦丽的态度相对强硬 过去时常呼吁加强管制 去年还在白宫会见Google母公司 Alphabet的CEO皮查一 以及TrackGPT之父OpenAI CEO奥特曼 说他们有道德义务防范AI的潜在威胁 如果正式代表民主党参战美国大选 AI和晶片政策会如何和川普交锋 备受瞩目 两党应该对半导体的政策 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川普当时美国总统 有可能会要求台积电再加扩大投资 美国蓝红两党不论谁胜谁败 专家认为对中国强硬是不变路线 而台积电最该注意的 是别被美国扣上垄断罪名 毕竟护国神山称号并非浪得虚名 金门代工领域的极高市战 一不小心就会在政治角力过程中 变成眼中钉 华世新闻黄澳天苏允宽 台北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也表态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来选 拜登表示他会做完 最后三个月的总统任期 不过有媒体指出 其实本来拜登一直坚持要选下去的 但是在21号下午大约1点45分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白宫以及竞选团队幕僚 说他一分钟之后要来发布退选声明 甚至有不少幕僚都是看到了声明才知情的 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 这其中的内幕转折到底是什么呢 印发关注 才说很期待重返进选活动的 美国总统拜登丢出震撼弹 拜登21号在社群平台X上宣布退选 支持贺锦丽 指出自己会做完最后三个月的总统任期 还说他放弃寻求连任 将能够符合政党与国家的最佳利益 包含时代杂志等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拜登在美东时间20号晚上 找了他的长期顾问唐尼伦 总统顾问瑞契提 白宫副幕僚长陶马悉尼 还有第一夫人吉儿跟其助手等人 他们向拜登出示了自首场辩论后的最新内部民调 显示他无法打败川普 于是拜登做出退选决定 并开始一同撰写退选声明 21号下午1点45分 拜登才打电话通知白宫资深幕僚和竞选团队 不过拜登阵营绝大多数人员都感到震惊 很多人甚至是看到他网络贴文才得知此事 一名白宫高层则提到 拜登突然退选的决定跟医疗问题无关 至于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前总统川普 跟他的搭档范斯 早在拜登退选前就开始攻击贺锦丽 CNN报道指出 川普阵营在总统首场辩论后 发现拜登状况不佳 就针对包括贺锦丽在内等 可能取代拜登的民主党籍议员跟州长进行分析 而川普还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跟CNN说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 似乎对赢得2024美国总统大选已有十足把握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回答号称地表最强的AI晶片GB200 首度大规模导入液冷散热技术 让相关的厂商都跃居市场新焦点 不过GB200的AI伺服器在出货前夕竟然惊传发生了水患 疑似是由国际大厂供货的水冷零组件出包了 导致机柜漏水 好 专家就分析 这次事件其实对于台厂又是一个转机 为什么呢 因为台厂双红以及骑红有望灯板来救援 迎来转单 希望能够因此来加速台厂液冷系统的一个自制率 其中您可以看到齐鸿董事长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其实AI伺服器造价都很贵的 所以只要漏水就很可能会赔死 所以真的都是要小心翼翼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因此来获益呢 都还要观察 只不过现在传出是美国有财经新闻网 他们报导说美国将会推出新的贸易管制措施 要阻止辉达卖给中国特工版的GPU 市场就传出有可能因此会让辉达损失4000亿 豪人薰在Computex上 秀出辉达最新GPU架构 而这就是号称地表最强AI晶片 Gb200的重要元件之一 Gb200不只是超级晶片 另一个亮点就是采用液冷架构 但国际大厂关键零件却惊传出包 Gb200机柜发生水患 Gb200的话基本上在所谓的人工智慧伺服器当中 已经算是战车等级了 它所发散出来的热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说为了能够有效解决散热的问题 就一定要采用水冷的系统 当前Gb200液冷系统架构台厂主要负责供应水冷板 与冷却易输送相关的分歧官等零件 大多由外国厂商供货 这次事件台厂双红齐红有望灯板救援 同时加速台厂液冷系统自制率 台湾在水冷系统的部分本来就是具有优势 只不过是部分的零组件自制率 其实还不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说未来可能会朝这所谓的百分之一百自制的方向来移动 然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 对于整体事件回答上未回应 但专家认为考量Gb200在回答的占比 可能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 至于外界同步关注的美国将开闸回答 销货中国的特工版GPU 专家表示短期音响是难免 但中国仍能透过中介单位取得所需晶片 美方的长臂管辖权是否真的能落实 还是有待观察 华世新闻方警的卢俊卷特别报道 不知道前两天您有没有搭飞机 这个微软19号大当机对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启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国际机场交通大乱 酿货的资安公司Crowstrike 他们的股价因此大跌 您可以看到 这间Crowstrike资安公司一系之间市值就蒸发了3812亿的台币左右 他们的执行长库资的身家就缩水了105亿 这也不是酷资第一次出包了 他之前曾经担任一间防毒公司的技术长 当时是2010年4月份的时候 更新客户的软体 结果一个不小心删掉了其中一个Windows关键的档案 结果就导致全球有上百万台电脑大瘫痪 带您来看 机场排气长长人龙 微软全球大当机 让许多国际机场交通大乱 像是来自巴黎的这一家四口 就被困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机场 暑假旅游忘记航空业首当其冲 Flyderware数据显示 截至美东时间20号晚上10点半 全球有超过三万三千班次航班掩误 还有两千七百个航班宣布取消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自然公司Crowstrike 更新软体时出包了 在场上急速奔驰的赛车手 就是Crowstrike的执行长库兹 即便微软当机后 他亲上火线道歉 也无法阻止公司股价一泄鲜利 Crowstrike市值因此蒸发 约3812亿台币 石油公司5%股份的库资 个人资产也急剧缩水 约105亿台币 更尴尬的是 这并非库资第一次 酿出资安风暴 2010年4月21号 房读公司Macafee更新企业客户软体时 删掉了其中一个关键的Windows档案 让全球上百万台电脑瘫痪 不断重新启动 当时的技术长就是库资 时隔14年 领导的Crowstrike又出事 如何挽回声誉 恐怕是他此刻的最大挑战 华世新闻 华欧天张婉萱台北报道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00后整顿职场这个新词呢 越来越多年轻Z世代 00后步入职场 然后在市场上发现 这群成长在科技迅速发展时代的员工 他们拥有比较强烈的一个自我意识 他们对于工作场域 也有更多的要求跟想象 今天的趋势开箱 就来看看这个流行新趋势 可能您会不太习惯 但是的确它存在 他们甚至带动了 所谓的大叔离朝的来袭 但您看看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员工 他希望跟职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不希望跟主管和同事 下班之后还有太多的互动 就算只是吃吃饭这些 他都希望能够尽量减少 弱化跟职场的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通常呢 他们希望先蹲后跳 也就是说 他跟职场不要有太多的感情牵连 所以他只是暂时在这里工作 他之后他还会开发他的新的一个工作 那么他们的工作思维 他们的工作的想法心态 也跟一般传统的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到第一名 也就是躺平不负责 不求升迁求平安 就算有升迁的机会 他不见得想要 但是呢 他只要能够轻松一点 不用负太多责任 那就OK 你看到第二名 准时下班不加班 第三名 工作不开心 秒换老板 非常的自我 一起来看看 现在所谓的新世代 带来的一个职场梳理潮 下班 No Tomping Yes 不再把大把大把时间 花在公司 而是更注重 劳逸结合 这似乎成为 现在Z世代 00后步入职场新模式 我朋友现在在做的 实习公司 就是老板要跟他规定 说他们是9点上班 那打开要再8点50前完成 所以我就觉得 很不忍道 不要一直有加班时间吧 就希望下班后 就是有自己的时间 听到要加班 年轻时代真的 只想跟公司说拜拜 根据网络调查 00后十大工作态度 第二名就是希望 每天准时下班 从前两名中就能看出 他们对公司领域区分明确 第三到第五名能发现 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较低 也有较高自我意识 他们对于自我意识 是非常强烈的 同时对于工作的内容 还有职场 他们是有着高度的期待值 跟更低的耐心 所以他们也很重视 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新鲜人离职比例 真的偏高吗 根据统计 毕业生工作半年 当中有三成 已有离职经验 17.4%换了两份 近7%换了三份 2.9%甚至换过四次 主要原因在于 限制问题和在职场 缺乏成就感 有几天的时间在公司 几天的时间在家里 然后弹性的上下班时间 然后甚至如果想要增加 同事之间的感情 可能或许有可以定期的 举行一些 team building之类的活动 或许可以增加 Z世代对于公司的连接度 员工和主管 渐行渐远 但这趋势不止在台湾 美国因为市场紧缩 通货膨胀迎来 大熟离潮 员工骑旅者马 与主管的关系 越来越淡薄 从安静离职 到大熟离潮 员工对待职场的态度 也在持续转变 华市新闻 方琴点路一转 台北报道 到超商买东西 您会是奥客吗 我们那里看看 因为超商店员 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非常忙 一不小心 您的NG行为 可能就会变成 店员眼中的奥客了 有一名店员 他列出了11点 顾客的NG行为 包括了 有些客人都还没有结账 就请店员先去微波 然后自己就跑掉 去挑东西 又或者是呢 把一堆商品 就堆在柜台 然后就说等一下 然后自己转头 又去找东西了 那么或者是 有一些人带宠物 进超商没关系 但是他没有牵绳 真的是造成人困扰 或者是放任小孩 在店里面跑来跑去 甚至小孩还去打开冰柜 钻进冰柜等等 甚至还曾经有个客人 真的是蛮夸张的 他自备了大容量的饮料桶 买米酒 然后呢 请店员把那些米酒 倒进他的饮料桶之后 现场退米酒空瓶 来看看有哪些行为 是超商店员的红线 尽量别踩红线 到超商消费是民众的日常 不过却有超商店员 在社群点出消费者的超NG行为 还强调大部分的奥客 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奥客 有网友提到奥客的NG行为 像是买了咖啡之后呢 不说要冰的还是热的 也不说要哪个品项 再来买了微波食品 不是先请他们结账 而是先请他们微波 再来还有买了饮料之后呢 这个吸管套请店员帮忙丢 看似简单的小动作 在这位店员眼里 却是非常不方便 不过实际问问民众的看法 如果是吸管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到还好 毕竟它只是一个 比较顺手的部分 那如果是先微波这个东西 第一个毕竟它还没有 做结账的动作 那个东西产品的产权 应该也是属于店家的 可能刚好没人 应该是还好 但如果是就是已经很忙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头很痛 但不止如此 这位发文的店员还说 有消费者会把商品圈堆在柜台 接着说等一下 或是放任孩子在店里玩鬼抓人 钻冰柜 他还曾遇过客人自备 大容量的饮料桶 买米酒后叫店员倒进去 现场退空瓶 这些通通被列为奥克行为 因为毕竟领包裹 你必须还是要找 那咖啡制作都需要时间 所以导致会后面很容易 大排场 就拿了一大堆什么缴费单 然后又要什么环保杯 然后弄半天 然后店员已经就只有一个 忙不过来 毕竟店员跟消费者立场不同 平常还是得要互相包容 避免纷争 华尔新闻陈森 张晓妍台北报道 本周三周四将是凯米台风 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会不会放台风架呢 马上回来听听台北市长蒋万安怎么说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流线交通船24号 25号是全天停驶的 不少旅客都在今天提前结束假期 返回本岛来躲台风 另外绿岛同样也出现了撤退潮 大批的游客挤在南辽渔港 排队要搭船 那么气象鼠目前是预估 北北基陶 那么还有宜兰这些县市 台风暴风圈清洗几率大概有八到九成 那至于是不是会放台风架呢 来听听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说法 小流球码头登船处出现 长长人龙交通船斑斑刻满 一出航游客就感受到摇晃感 站在船舱甲板不时有水花一面来 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东流线航线风浪渐渐变大 有游客决定22号提前返回本岛堵台风 所以有台风所以行程就提早就对了 不太危险了 那像这几天要来的九组客人 那我们都会陆续通知他们 以免他们摆跑一趟 这一两天就没有再接客人了 就没有再接客人 因为就停航啊 绿岛同样出现撤退潮 南辽渔港大批游客赶着搭船返航 提前多久 一天啊 那今天浪框怎么样 今天浪框还算可以 可是下午就会变得很差 有点 台米台风果然来势汹汹 中央气象署预计台风暴风 侵袭几率以北北基陶 新竹县市以及宜兰最高 都突破了八九成 至于要不要放台风架 我们会清取最新的讯息 以及台风的路径 那届时我们会才有 更精确的讯息来做一个判断 今年清晰台湾的首台台米即将报道 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方台准备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明明是大热天 但是您看到高雄跟屏东 怎么那么多地方都淹水了 这是受到年度大潮的影响 高雄骑津区一大早又积水 海水涌进街道 走路骑车都必须涉水通行 实在是蛮困扰的 骑津的居民就说 这里常常是涨潮就淹水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改善呢 他们也很头痛 那另外在屏东东港的东京里 同样也是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也有积水的情况 水淹到小腿度了 虽然水势已经退去了 气象署还是提醒大家 西南部沿海地区的民众 到24号之前都要严防大潮来袭 机车骑士行进道路 激起小浪花 行人还得涉水不行 但明明没下雨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就连码头边海岸路面 已经分不清楚 原来是海水道观流进道路 冬天也是很无奈 无奈 可能没那么严重而已 可能没那么严重 今年比较还好 还好 明天后天还比较高 那今天有做什么准备吗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个不是台风天 厚庭这个时间在营水 对 今天比翁兄贏得多了还是怎样 这台是还好 没有跟那经营这样 经营那是贏得太严重了 所以我到一楼里面 一楼就没有到脚踝了 脚踝 我这样算很高 这楼没有啦 这楼才没有 高雄骑今22号 一早七点多天文大潮来袭 海平面上升 也让地势低洼的骑今多处积水 虽然水深止淹没成人脚背 但每年六到八月 就有海水道观问题 民众困扰 在东港也有这样的情形 早上六点 清水就已经开始冰了 东港最低洼的东京里 街道上满满积水 水势最高到达民众小腿肚 超商阶梯也差点遭到淹没 我们那个大城路 全家超商高潮 积水直到八点半逐渐退去 不过气象署提醒 新南部沿海地区20号到24号 适逢年度大潮 加上凯米台风持续逼近 恐怕带来丰沛雨势 低洼地区民众必须提高警觉 延防积水 华视新闻 周末和邱建宣灵 伯瑞SNG小组 屏东高雄报导 四年一字的荣耀时刻 竞技场上的尽情挥洒 最精彩的赛况 最及时的报导 2024巴黎奥运特别报导 就在五十二频道 为了在奥运夺牌 不只第一线的竞技团队卯足权力 在后勤的运动科学团队 同样不敢懈怠 我们来看到 可以结合AI大数据 演算法等等 建构出完整的辅助架构 来帮助选手跟教练 在训练上更加的有效率 举例来说 AI可以弥补教练 看不到的视角盲区 以及选手会不会训练过头了 太过疲劳呢 透过AI肌肉硬度检测 让你一目了然 白色道服腰间绑上道带 跆拳道招式攻击 讲究快很准 只要提上感应器 相关数据就会到后台 进行下一步分析 手上脚上带上感测器 动作的力道 时间和速度 数据力极 显示平板上 对打要绝 在于抓准时机 八起进攻 监测红蓝双方 出脚时机和力道 反应是否太慢 攻击是否太轻 全部都能一目了然 当初拳出退 动作变成数据 教练更好察觉 选手疲劳点 将跆拳道攻防动作 规律组合的品序 尤其讲究整齐性 应用这项科技 同样能让训练成果再升级 当前运动科技 以三种为大宗 影像科技运用最广泛 捕捉选手动作 进行分析 不只用于自我训练 也能用在敌情分析 感测科技 则比影像更精准 佩戴上装置 心跳 呼吸 肌肉 收缩等都能被监测 定位科技 则可以说是 影像科技 升级版 透过多台摄影机 还原立体空间 选手的移动距离 速度 训练量 教练都能全盘掌握 发料运夺排重点举重 在训练上也是使用最多运动科技的项目之一 同样运用监测科技 腰带结合感测器 测量选手 躯干角度 他的躯干 一定要保持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躯干角度 然后让他 在提灵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伤到腰 这是智慧集中腰带的一个 主要作用 教练通常只能站在选手后方 AI助理教练弥补视角盲区 环绕拍摄 临死角确认 选手动作又无瑕疵 就当他停住的时候 这个两只手要绝对的平衡 还有他的走关节角度 要能够不要不弯曲 而正前方的AI智慧训练镜 结合骨架系统 彩色线条 急需回馈分析选手动作 就像一面带有数据的镜子 以前的动作可能是 教练一对一这样说 或是一对团队这样说 但是没有办法更详细的 看到我们的发力的速度有多少 然后干领的轨迹也没有开掉 或是比较一些细微的东西 有画面可以看到 对选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好 这样就是成功的一次 它上面就会显示数据 检测仪轻轻往下戳 肌肉硬度张力弹性 竖直出炉 大腿肌肉疲劳状态是选手维持安全训练 重要指标 现在状态可能就是刚热神结弯的 然后等一下如果等一下做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在做疲劳的时候 他的硬度像中间这个硬度就会上升 台湾拥有丰富人才和技术 如今运动科学发展乐区成熟 也成为选手和教练最坚强可靠的后盾 香港尖沙嘴夜空有一千架无人机排出了这个卡通 Dola Emo的经典道具和人物向作者腾子波尔雄来致敬 节目最后也带您一块来瞧瞧 我是徐湘华 感谢您的收看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持续锁定 新闻相对论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